师父到齿里开始 师父啊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很多很多人骨子里 骨子里深处就是这种功高我慢 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 而且自己也没认识到 细致往深探究 表现特别爱自己自私自我 听不到反面意见 仔细观察就是骨子里功高我慢 如果不认识这一点 不除去骨子里的这种功高我慢 放不下自私自我 跟本学不好和 更谈不上感恩和慈悲心 请师父给我们开示一下吧 这种问题 这种人 第一 阿修罗到 到顶了 上不去 连天界都上不去的 第一 第二 公高我慢的人 就是因为长期的习性所染 所以我们要破除无名习气 因为你要知道 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人 就是不明白 就是叫无名 有本事的人 永远吸收别人的意见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 现在教育弟子 我为什么有意的 让他们放下公高我们 我就是不许 就是要当着别人的面 要讲他 讲到他自己 没有自我了 他就没有什么 伤害自己的因素 在身上 很多人 要面子啊 脸红啊 丢不着 哎呀丢人啊 恨不着 专业 我告诉你 全是无名习气 你人啊 你生出来 就是光秃秃的 你有什么脸面呐 你有本事 不要投人呐 小时候还抓紙吃呢 你有什么脸面呐 你倒起来这些 全是假的 空的 虚的 就是要让你知道 你到人间是来走一遭的 是来修心修行的 是来借假修真的 你有什么 对不对啊 对对对 要懂啊 万里长城经由在啊 不见当年秦始皇啊 这还不知道 是 真确 谢谢